你本人是雄性 对 声音是雌性 太对了 您是二椅子 你是娘炮 他说我这个声音 很刺激 不不 有磁力 就这么说 我这声音啊 是雌性 你看看这玩意还真是 来到上海掌学问 对 您是雌性 我不是雌性 我是雄性 你这人你那出尔反尔 你刚站这说的 我是雌性 你这你自己说的 声音 声音是雌性 哦 哦 你这意思不明 你本人是雄性 对 声音是雌性 太对了 您是二椅子 你是娘炮 娘炮干吗 你雄性声音雌性 那不二椅子吗 它就不是一个字 可是你的相声不错 我爱听 现在听相声很方便 对 不用打开电脑都不用 太麻烦了 手机上有个软件 叫珠穆朗玛 你把那个点开以后 嗯 你让你搜啊 什么锅论啊 行行行 什么签到 您都走丢了 丢了干嘛 我听你相声 是这样 喜马拉雅 就那红的那标 对 写着一看 听听 是吧 反正我在内上 我经常听你的相声 是吧 说的确实不错 哦哦 他的相声 值得反复收听 反复听 一般人的相声 听一遍就完了 嗯 到他这听一遍不行 是吧 马上听第二遍 嘿 第二遍听完 当时听第三遍 回味 第三遍听完 听第四遍 干嘛听那么多遍 听不明白啊 是吧 我都跟人说乱了 听到十遍以后 明白了 就不听了 放弃了 还是不明白 他的相声 确实不错 是吗 有品味 有回味 不庸俗 不低俗 我追求这个 最大的特点 就是回味无穷 回味无穷 什么意思 就是您当时听他 可能感觉没什么意思 别着急 等过两天呢 您就忘了 是吧 那回味哪去了 这种境界呀 他不给观众添麻烦 哎呀 你给我添麻烦了 不像话了 说的好 德云社的台柱子 我还台柱子 主要演员 哦 您不知道 每天都在后边台柱子 是吧 从北京台的上海 上海台的武汉 他们图我有劲 是吧 不说您是台柱子吗 您说舞台上的顶梁柱 主要演员 我可不敢当 这人哪都好 也有一个缺点 毛病 哎 缺点是什么呢 您指出来 他这个脑子呀 不是说那脑子慢啊 啊 脑子特别笨 知道吗 这还不如那慢呢 跟那高九成的意思 还不是一公劲 反正他脑子 他跟一般人的构造 可能也不一样 他这里边啊 没有大脑 哎 只有一点脑干 我这么大脑袋 没大脑 对啊 你一晃下 他逛了逛那呢 那这不是 是用水了 有水吧 可能 你脑子还进水了呢 不是 咱不说那 反正脑子笨一点 笨一点 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 跟高九成 你们老咬一块玩吗 我看你们俩 不 高九成那最刺的 是吗 你是呢 到二 对 到哪都是到二 对 反正你脑子也不行 脑子差远了 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 我说几遍 我出题考考你 好嘞 当着各位朋友 跟他那不一样啊 两回事啊 我出一个题目 在这测试测试 你的反应是快还是慢 咱来回新新的 什么叫新新的 叫逆向思维 答非所问 不懂 比如说问你 你姓什么呀 鞛 你看 这就不行 这就错了 错了 这叫有问有答 什么叫答非所问 我问你这个问题 你回答的时候 跟我这个问话 没有关系 才算你对 没有关系 不懂 比如问你 你吃饭了吗 我说没吃 错了 我说不吃 那也不行 不饿 不对 一会儿吃 不对 先放冰箱里 这都不行 我问你吃饭了吗 你说不吃 不饿 一会儿再吃 搁冰箱里 都跟吃饭这话题 有联系 有联系就算错 没联系才算对 是啊 对 我还是不太明白了 比如说我问你 你吃饭了吗 我应该怎么答呢 你说我有志愤 这世界很糊 你吃饭了吗 我肯定是黜色地匿 你吃饭了吗 我肯定是 管理性不足 这一步的意思